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11月3日 今天我们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河尔松地区的战斗情况 在说这个战斗情况之前先说一个消息 普京宣布俄罗斯重新加入黑海的运粮计划 这样子在上周末宣布战情退出之后呢,现在又恢复了 这样对粮食格局应该影响比较小 在赫尔松地区的新卡米扬卡 俄军炮击了两处地点 在他的西边这个比洛吉尔卡 俄军炮击了一个村庄 在斯尼夫瑞夫卡的西侧里比内 俄军进行了炮击 这个在靠近西侧的 特定内波地俄军进行了炮击 对波索德波克罗夫西克方向 俄军进行了一个炮击了他的村庄 总体来说呢 今天在霍尔松地区的战斗似乎不激烈 炮击的地点也不多 我们先再看一眼在卢干斯克北部的情况 卢干斯克北部 我们大家注意到一个事儿啊 还是挺有一些特点的 就是说俄军炮击了卡巴尼安卡 德沃里奇纳以及德沃里奇纳 北部的一个村庄 炮击了库比扬斯克 大家可以看到 在图形上可以直观的感觉到 这三个城市比较靠战线靠后 为什么还被炮击呢 只能一个解释 就是说这个控制线 这个控制线有一部分俄军控制的位置 离这三个城市是比较近的 我看过很多版本的这个控制线 我觉得是有点问题 实际上从德沃里奇纳 往北奥斯基尔和以东的地区 都是俄军控制 另外呢俄军重点炮击了 皮加内前东部的两个村庄 另外一个区域 就是比较重点的区域是 马基伊夫卡方向 俄军进行了炮击 并且有武装战斗 在马基伊夫卡的西侧 俄军也进行了炮击 涅夫西克的东边 双方进行了战斗 俄军对涅夫西克也进行了炮击 在特里的东边 俄军进行了炮击 在他的下方的俄军也进行了炮击 烤南的位置 这是在卢干斯克北部的这种战斗情况 我感觉呢卢干斯克北部呢 现在双方战斗的位置呢 有点偏西 原来更靠近斯瓦托的那些地点 今天并没有炮击的说明 这个战线稍微的有点往西靠 欢迎大家观看我的视频 欢迎大家关注我的频道